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 说不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款免费的VPN 这也是2023年新年第一次做一个免费VPN的分享 在这里我挑选了两款比较好用的VPN 实测它的速度随机变变可以去到几万开 非常的nice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OK首先来到我们手机上 这两款我们在手机上 这个荣耀手机上安卓系统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首先带来第一款是这个GoVPN 这个VPN的话 这个图案设计相当的OK 从这边一个箭头到这边表示连上了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一款VPN有一点特殊 它必须要用你手机的流量才可以连的上 假设你手机连的是WiFi的情况下 它可能不一定能连上 OK 那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手机流量的环境下面 我们打开看一下 OK点开以后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非常的简单 直接就是一个箭头向右 它说type to connect 先按一下你就可以连接 对不对 那这一个这边有一个线漏的更换 一般不管它 我们默认就可以了 OK 我们现在试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 OK 现在是在正在连接当中 好的 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上了 非常的快 已经连接上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锁的一个标示 表示连上了 OK 那我们回到桌面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去看一下 进入YouTube以后 我们随便还是找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演示一下 OK 这里有个广告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的 广告放完 它正式开始播放 OK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1080P的一个画质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它的一个网速是多少 OK 我们点一下看看 随随便便打开 现在去到两万五千多开 两万七千多开 OK 那这个速度来讲的话 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随便给它快进一下 基本上是秒开 秒开 现在去到三万多顺势速度 OK 我们看看 把它的一个 画质调高一点看看 不好意思 这个最高也就是1080P 1080P 1080P 那我们这样 我们 我们 收一个四开的 我们看一下 搜一个四开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随便选 选一下 选这个 测试一下 OK 目前它的画质是1080的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速度是多少 OK 现在的速度也是去到两万二 OK 很稳定 我们快进一下 现在去到四万多了 四万四了 网速跳动比较大 刚才四万多 现在一万多 我们再快进一下 OK 现在四万一 四万五 五万 上了五万了 OK 这一个非常的nice 非常nice 这个速度很给力 这个两万多 四万多的话 看什么都可以的了 OK 这一款VPN就介绍到这里 我个人认为 免费VPN来讲的话 这个两万多开 四万多开 分卷五万开的话 已经非常OK了 足够我们用的了 OK 好了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关掉 这里也是 我们把它关掉 OK 关掉以后 我们介绍第二款 第二款 第二款是LiveVPN 像一个树叶子一样的 像一个树叶子一样的 我们同样打开它 打开以后的话 这边是 要订阅会员什么的 我们不用订阅 我们免费使用就可以了 点这个地方立刻启动 非常的快 点一下马上就启动了 马上这个地方是绿色的 已启动 这上面是 也有一个这个 所要使的一个标签 OK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浏览器 来测试一下 OK 我们就用这个视频来试一下 点开它 好 现在是正常的一个播放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自动1080P的一个 1080P的一个画质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去到多少 我们点一下这个详细统计信息 点确定 OK OK 这边的速度现在是2万2 现在是2万2 OK 我们拉动一下 快进一下看看 OK 这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没有什么延迟 现在也是2万1的一个速度 稳定在2万左右 我们再快进一下 OK 它始终稳定在2万多 2万2左右 OK 播放这个1080的话 是轻轻松松的 轻轻松松的 关键是也是一个免费的 好的 今天介绍的这两款VPN呢 都使用非常简单啊 不用做什么设置 直接点开就可以用 那唯一需要注意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用到你手机卡的一个流量啊 不要用这个WiFi来连接 WiFi的话有可能连接不上 好的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